近日在厦门五通码头可以看到 许多经由小三通来下的金门民众 行李里的高粱酒已经增加 甚至有的组团扛了一整箱来到厦门 表示这是给朋友最好的伴手礼 这次是因为朋友他要办喜序 带过来给他当喜酒用的 带酒送朋友 我这边也有买房 所以有一些亲戚朋友都要 那我就顺便带几罐 我今天在城上才知道 本来不知道 要不然我会多带一点 台湾高粱酒引起纯正的口味 受到不少大陆民众的喜爱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金门高粱酒 金门酒厂方面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政策 加快夏金两地的融合 期待能通过厦门通过福建 让更多大陆的民众认识到金门高粱酒 我们的金酒在大陆 其实布决20多年了 那我们其实很乐见于这样的政策去执行 因为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把更多金门高粱酒 透过合法的渠道可以进来我们的大陆 那其实这个政策来讲就变成 以后我们往来旅游的 然后包括我们很期待的路客 自由行能够成行以后 那可以帮金酒带来更多的业绩 目前福建拥有包括夏金航线 在内四条两岸小三通航线 今年前11个月 两岸小三通航线客运量达65.15万人次